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比辰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印象文化艺术中心的执行长刘亚南 亚南姐你好 委然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 美国国联企业总裁硅谷佳姐地产经营商佳姐 佳姐你好 你好 委然 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在节目开头我首先给大家来听一顿在网上非常热传的音频 最近这家离婚餐厅火了 特色菜一刀两断 红烧前男友 爆炒婆婆 油炸公共 轻蒸小姑子 凉拌小叔子 最后还赠送一瓶忘情声 现在有一家餐厅非常的火爆 凉拌小姑子 红烧前男友 你们二位想来点什么 我想油炸渣男 我看到别人常常讲这个字的时候 我就在想男人为什么要活成渣男 看见这个餐厅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所有的菜都是这个婆家的 凉拌小姑子啊 这些都是跟这个婆家有关系的 那通过这个餐厅呢又能让我联想到实际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婆媳矛盾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了 伟然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特别好 其实呢 你刚刚播放这个小视频 我近期也看到了 看了以后我就哈哈大笑 这个离婚餐厅这个概念呢 我知道它是很多年前其实荷兰就有这个离婚餐厅 但是呢 一直也没有什么新闻出来 看起来就是荷兰的这个离婚餐厅呢 是看起来外观非常的普通 嗯 和其他餐厅没有什么两样 那我也没有去过啊 就是以前在报道上看过 那这个离婚餐厅呢 我不知道这个离婚餐厅它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说大家现在对于离婚的观念和以前不同了 就是以前的离婚就是我们一拍两散 现在呢 是说大家更注重仪式感 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要有一个仪式感 所以我们 对 也要有一个散伙伴 也要有一个仪式感 然后我看这些菜呢 我就乐了哈 就跟美人的感觉一样 这个充满了对婆家的不满 所以刚刚问佳姐就说 佳姐是不是以前碰到过渣男 要一个红烧渣男 我先就担心就是说 我就担心今天这菜别有一个什么红烧前女友之类的 就是我们就被人家红烧了 比如说一个女生带着现任的男朋友去吃饭去 咱们来一个红烧前男友 那你说这男的跟着自己的红烧渣男友吃饭的时候 吃着红烧前男友这个心态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那我觉得总比她爆炒婆婆要好哈 你说这个前男友或这个前夫跟你一块吃这些爆炒婆婆 那是吃还是不吃 突然想起一句这个网络流行语 就是渣男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我是这么想的 实际在无论是在中国的社会 美国的社会和任何一个社会里面 男人的一个原本的一个形象都是一个 一个领导者的一个形象 因为雄性嘛 雄辞之间的话 永远是男的是在 就是说比较更强大 更强壮 而现在的一个特点的话 好像男人有的时候也不愿意 就是说说负起的那一个责任感 和那个毅力 矜持力 承受困难的承重力 好像看到所谓渣的时候 也在男人的身上有像转换成了一些女人的特点 有一些视频当中的男人出来的话 就不再像以前的雄性那么强了 那于是社会再向前发展的时候的话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现象 然后雅兰再讲说 今年的渣男特别多 我说疫情之后可能各个方面 经济受影响 社会整个大环境需要一个康复期 其实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话都能做最好的自己的话 那社会就是大家一起往前走 于是看到这个之后 我就觉得说 作为说的稍微好一些的话 就是需要男人在这个社会中 甚至于说的小一点 在家庭中都能成为一个驱动力 原动力 能带着一个家往前走 然后需要更多的一些内敛的素质 而不是一个发型有多好看 皮肤有多光滑 那个已经不再是衡量男人的一个标准了 所以这是我想的 于是我觉得说 社会家庭都需要男人的时候 拜托男人负起责任感 不要那么扎不负责任 扎在我的字典里 我就觉得说不够负责任 不够有承诺 不是能力大小 但是活得要有承诺 能够说到做到 看了这条视频之后 我也看了他下面的评论 有一个评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个网友在网上就给他留言 说我想在隔壁开一家离婚饭店 就是在他这家饭店旁边再开一家 菜名就叫干编老丈人 清顿丈母娘 油炸前妻 手撕小姨妹 在生活当中就往往夫妻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 这个男方觉得是女方的过错 女方也都觉得是男方的过错 而在我们中国的家庭当中 亚南我们两个都是女性 在传统的中国人的家庭当中 大家都喜欢给彼此温暖或一些很多的建议 但这些建议从每一个人的话 都是从他们自己比较一个角度去出发的 于是说上去就是中国以前说 好心没办好事 所以在家庭的两边的这个关系当中 在他们这个婚姻要到你家要到我家 然后在一块生活的时候磨合的时候 有一些小的事情造成了一种积累 后来要这两个人最后以自己的这种爱情为代价 最后造成了一个分手 于是可能上的那个菜的话 就是对这些家庭关系中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吧 里面带有很多积累的由爱转化成了一种怨恨 所以那些菜名那么有意思 油炸公公 红烧前男友或者怎样 就算是不能在一起了 那我们也可以说各走各的路嘛 咱们和平的解决这些问题 就没有必要说我都已经离开了这个环境当中 但是我对彼此还一样是保持着这样的仇恨 我曾经听过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一段他的生活 他说如果说有一天他跟自己的老公离婚了的话 他说我就会潇洒的漂亮的就离开这个地方 不一定说每个人都是带着这些仇恨 然后去开始新的生活的 韦然我刚刚就是在听你和佳姐这个讨论 首先呢就是说佳姐刚刚也给出了她对渣男的定义 然后她也讲了就是说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 对于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担当这个责任 和应该负起责任的这个期望值 我其实是非常认可 但是同时呢我也想要补充就是说 不只是有渣男也有渣女 我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讲 身边各种各样的故事都听了很多 那而且呢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但是呢我们在要求男女平等的同时 好像即便是作为很独立的女性 我们也会自然不自然的对于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担当一个主导的位置 自乎任何是理所应当的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有的时候对男性也是不公平的 那我们既然是希望男女平等 很多时候我觉得女人也可以担当一些更多的责任 和在两个人关系里面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 又回过头来就是说这个离婚餐厅 我觉得包括这些很有意思的菜名 其实也是表达了大家认为两个人的婚姻 很多时候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而是两个家族的事情 当你和一个人结为夫妻的时候 就避免不了你和对方的家人 要有这个千丝万缕的交织和联系 那中间一定会有很多的矛盾 有可能会最终因为两个家庭之间不能融洽相处 或者是说你当事人不能和对方的家人能和平相处的话 造成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这个尤其是在我们的东方文化里面是层出不穷 那其实现在我特别想听听两位的这个看法 就是说因为这个离婚餐厅的出现 大家就是对于离婚有了一个仪式感 那你们认为如果原来是夫妻或者恋人 当你们面临分手的时候 你认为就是说你还可不可以有可能将来再做朋友 像刚伟然讲的就是这位女性朋友 她说我如果面临有一天要跟我先生离婚的时候 我就是可以潇洒的走开 这个其实是每个人的心愿 每个人都希望给对方留一个非常体面 非常潇洒的背影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 因为当你决定离婚的时候 当你决定分手的这一刻 基本上你就认定你未来的生活里面 会因为这个人不再存在了而会变得更好 也就是其实你是否定了对方这个人 或者是否定你们之间的关系 那你一定会对过去很多年你付出的时间 你付出的青春你付出的情感 这就是说有可能你在这个过程里有可能会被欺骗 一定是怨恨的 不管是你以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放下 可以排解这种怨恨 但是你说在那一刻你可以潇洒的走开 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好愿望 我觉得大家是出自于不同的原生家庭 每一个家庭里面有父亲母亲带着的原生家庭 给予自己的一些教育 我们说一个是社会学校教育人 社会教育人 最重要的根基是家庭 所以一个人的家教也是很重要的 两个不同的家庭一定再是三观有大多数相同 也会有不同的地方 而婚姻又需要彼此的一种宽容和耐心 实际宽容耐心是真正的爱心 而在婚姻的过程中很不容易的看上去是两个人 实际上是两个家庭原生家庭的文化 可以说是一种彼此之间的有一个角力在里面 所以中国人又用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一话就是退后一步海过天空 可是有的时候也不行 因为退后一步不表达自己的意见的话 很多东西的话 退步的话也是解决不了 因为问题要得到一个解决 所以真的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速度这么快 没有更多的时间像以前那样子两个人有交流 于是有一些问题就会在生活中积攒下来 积攒下来的时候 在由相爱转成为一种时间长了日复一日 然后有一些问题是文化之间的一种角力 两个家庭的原生家或社会代表带给的一些问题 也带到了家庭当中 于是现在这个家庭的话就是不稳定了 不是只怪那两个人 实际跟整个的社会的变革快速的变革 跟原生的家庭的文化一切都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实际上在生活当中的往往一对夫妻 两个人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恋爱期 然后磨合期 然后最后才走在一起的 但是这中间缺少了一个环节 就是这两个新人并没有跟对方的亲朋好友 家人有一个很长的磨合期 这两个人可以把对方视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 但是在对方的家人的眼里 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人 往往家人产生了矛盾之后 会影响到这两个人的感情 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是两个家族结合在一起 然后就是说我最近又看这个八卦新闻 看到这个贝克汉姆家的大儿子 他们的长子 然后娶了一个美国的白富美 这个美国的白富美呢 父亲是一个大富豪 他的财富是相当于这个贝克汉姆家族的多少倍 好像是四五倍 就是比这个贝克汉姆家要有权势 要财富更大 然后所以呢都说这个小贝家的长子是入赘 那入赘了以后 自从婚礼以后到现在几个月以来呢 这个小贝的儿子 据说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和 所以小贝的儿子呢 在过去因为母亲节 父亲节 包括父母的结婚纪念日 都没有在公共的社交平台 和他父母亲有任何的互动 那于是这个英国的和美国八卦新闻呢 就开始层出不穷的猜测 他们直接是什么样的婆媳矛盾 那就大家都会猜测 这个婆媳矛盾 会不会导致他们最后离婚 所以其实可能东西方文化 都面临一个两个的结合 其实是两个家族的结合 那这个现代人呢 可能要更多思考的是说 今天我们两个人决定 共度余生的同时 怎么样可以尽可能减少 就是双方的家人 可能会造成我们之间 生活的一些矛盾 然后还有就是说 刚刚呢 这个跟两位还没有机会探讨 我也想听听就是说 今天佳姐和美人 觉得两个人 如果以前作为恋人 以前是夫妻 那如果今天分手了以后 以后还能不能做朋友 就是说我们今天去离婚餐厅 吃了这个蒜火饭以后 以后是说就各奔东西 然后就此这个相忘江湖 还是说我们以后 还可以再以朋友的身份 继续交往 我觉得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用我们老话讲 寄人好不寄人歹 毕竟那一份爱情 在两个人回到最初的时候 两个人一定有很多相爱的经历 到最后一天分开的时候 是应该想着在这个过程中 对方为自己当初你看的 回忆当初那些你看他好的部分 然后来抵消 现在你看到他哪一些 不可转换的不好的部分 有些事情是他人为的 有些事情的话 也不是他就他个人人为的 所以我觉得无论怎样 现在很多的婚姻当中有孩子 然后的话 他还是曾经的一段生活的一个 彼此拥有的一个经历 然后需要自己有一个宽阔的胸怀 我是赞成无论怎么样 做不了最好的best friend 最好的朋友 但是也可以做一个在生活中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话 还是可以一起再处理一些问题 包括比方孩子像在美国星期几跟谁 然后他们的课外活动 他们今后的话一些 一些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话 跟谁在一起的时光 可以大家的话 仍然可以讨论这些问题 然后给对方离开自己之后的空间 应该仍然各自都去寻找自己更喜欢的 能够在一块有机会继续相爱 有陪伴的这么另外的下面的路 当中的一个伴侣 这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朋友也分很多种 有一种朋友是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 彼此之间可能联系不多 但是在生活当中 或者有困难的时候 他会出手相处 而且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彼此想到对方的 都是充满祝福的 并不一定需要经常见面和经常联系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朋友 我觉得两位说的都特别好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从两个人 是作为恋人或作为夫妻 你即便是结束你们之间的 这种恋人或夫妻关系 也可能你们还有共同经营的项目 也可能你们还有共同需要 服育的孩子 所以那两个人真就是说和平相处 彼此尊重 彼此给对方的空间 可能是一种最好的相处模式 但是就是像伟然所讲的 就是说朋友有很多层 那你今天你们要做回应 一个什么样的朋友 就是像伟然刚刚提到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就是说我们淡淡的做朋友 但是你怎么样定义这个朋友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从两个人很相爱 每天激情四溢的 然后你退回到朋友 其实还是和真正的朋友 他背后的情感是不同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同日而语 我又记得以前看 窦文涛的那个节目的圆桌派 其中有一位嘉宾 好像是蒋方舟 就问窦文涛 说那你一般分手以后 还能跟对方做朋友吗 这个窦文涛就停顿了一下说 不能 根本就不能见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说 我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说 我再见到那个人 会非常的不自然 因为我想就是说 你曾经对一个人 有很浓的情感 你再见到他的时候 可能一个轻轻的拥抱 就让你会心颤 就让你 就红了 你这时候 就是说这种朋友 你说怎么做 那可能就是说分开的时候 大家说做朋友 就像这个离婚餐厅 去吃一个散伙饭一样 我觉得可能就是给对方相互找一个台阶 那就是说 这个所谓朋友的称谓 在这里面可能就是这个台阶 我觉得现在离婚率比较高呢 我个人觉得 其实并不是像以前大家说 以前我们在中国没有人离婚 当时我们听说西方世界 包括美国好像离婚率 两对结婚里面就一对离婚 我们是认为就是这个西方文化里面 大家太过随便 对于两性的关系 太过亲服太过随便 但是随着就是说大家的观念的转变呢 我反倒觉得我们不能说离婚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就说离婚是一件坏事 我觉得是大家对于婚 灰明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于灰明的容忍度可能越来越低 以前呢像我们父母那一辈就是说 我这一辈就是我凑合过 我也不能离婚 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说 我们都是第一次做人 为什么要容忍对方 为什么我们要凑合 大家越来越不愿意凑合了 所以就像以前我看到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遇到渣男不是问题 忍受渣男才是问题 当然这个就是说 对于渣女也是同样这句话 遇到了不是问题 你忍受才是问题 就现在的人好像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就是都是为自己而活 没有人说我是因为这个孩子的问题 面子的问题 我去将就 以前的话很多人是为了这个面子也好 或者是孩子也好 都能将就几十年 所以现在的话是人活的比较独立 比较有自己一个独立自由的灵魂吧 所以有些的话 当被完全受牵制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离婚也未必是件坏事 因为人生毕竟只有一次 你还可以寻找一些其他的机会 让自己开心幸福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夫妻的生活的过程当中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只有两个人有一方不想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如果你两个人要都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互相的愿意磨合愿意让步的话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只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有一方想解决 另一方不想解决 那就无法忍受了 或者是两方都不想解决 谁也不将就谁 那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相处的过程当中都会有矛盾的吗 我觉得就是处理的方式也并不是单一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两个人相处 如果我们认为可能换一种方式 对于我们两个人都是更好的 我觉得基本来讲 我个人判断一个关系 不管这是朋友关系 恋人关系 夫妻关系 我认为就是说一个健康的关系 就是说你在这个关系里面 你问你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能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如果你在这个关系里面 你认为你自己变得一天比一天更糟糕 甚至有一天当你面对镜子 在看着自己的时候 你变成了一个自己曾经不喜欢的人 那我认为这段关系可能对你来说 就不是一个有营养的关系 那就是你面对这个关系的时候 你说我一定要work it out 有的时候可能两个人分开 就是一种解决方式 那现在很幸运的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 我觉得也是因为社会的包容性越来越大 以前大家就是说谈到离婚 就像谈虎色变一样 就会认为 哎呀今天我怎么面对自己 面对亲朋好友 面对孩子 现在呢社会似乎很包容 它不会再对离婚的人群 戴有色的眼镜 所以也就是给了人可以 你想要的生活的 这一个宽容的条件吧 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当面对离婚的时候 当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有个仪式感 有一个离婚餐厅呢 也是一种选择 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 朋友之间呢 是很容易可以发展成恋人 但是恋人呢 如果做回到传统意义的朋友 其实是不容易的 即便是你在离婚的时候 有了一个仪式感 你觉得短期之内 我们用朋友给彼此做了一个台阶 但是当你每个人在开始新的生活 当你遇到未来你的伴侣的时候 那你怎么样和前任 来再保持你们的友情 这是一个大家都要做的功课 我是觉得呀 就是说分手之后 真的可能就别再做朋友了 大家可能最好是从此山水不相逢 不问救人长一短 就是各自安好 彼此放过 可能这是最好的方式 好的 谢谢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走